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向东 刚才看到了一个消息 就是中国国家统计局说 人均国民总收入是达到了10410美元 所以说这是一个国民总收入进一步的增加 这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好的事情 因为现在中国还是因为改革开放40多年 收入还是大量的增加的 总理李克强也讲到了 但是有一部分人还是收入比较低 就是有6亿人口 还是人均月均是1000人民币 然后这样计算的话 一年下来就是12000人民币 所以说穷则思变 还是希望就是国内的朋友能够到海外来 特别是8月1号乌克兰开通了那个免签 中国公民的免签 大家花钱几十块钱去办一个护照 就可以到乌克兰 塞尔维亚 白俄罗斯 有40多个国家是免签 可以到这边走一走看一看 昨天还看到就是那个深圳的白石洲 白石洲将产生了1800多亿万服务 产生2000多千万服务 就是因为白石洲的拆迁 所以说中国是有5000万的人是比较富裕的 有2亿的人口是中产的 然后有6亿的是收入比较低的 还有一部分等于收入相对比较低 所以就是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话 还是希望大家大胆地走出来抓住机遇 所以这次新冠的疫情会导致全球的经济大衰退 美国现在是出现经济大衰退了 就是在1918年西班牙流行病以来出现的这种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风险 也是个机遇 是一种挑战 能到海外来的人都是一种比较勇敢的 也是为自己的家族的兴旺 和作为一个炎黄子孙 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走出来海阔天理 有一个段子 说四个人一起打麻将 你赢我的 我赢你的 最后还是一锅 一锅最后 这个叫做内循环 如果四个人一起出去到海外去打工 比如说你在美国 他在英国 他在法国 他在澳大利亚 四个国家最后打的收入到国内 四个人然后回到国内的 第一是给父母 给兄弟姊妹 给自己的儿女 给自己的爱人 都能够提供这种 海外的收入 另一方面就可以消费 买三镇海味 各种消费 这样叫做外循环 所以说一个家族应该有内循环 也应该有外循环 父母在不远游 但是如果是游笔有方的话 我们还是 我是鼓励大家都出来 出来看一看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遗憾的 失去的都是假索 得到的讲是整个世界 好 欢迎大家到海外来 海外有5000万的华人 在美国有508万的华人同胞 所以不要怕 缺什么补什么 需要外语的就补外语 身体的就练练功夫 练练太极拳 这个方面都是应该比较 比较棒的 好 这是向东在美国加州太后湖 给您带来的报道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拜拜